这个饼很软,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柔软 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分享一个软面烙饼的做法 平时烙饼又干又硬,不好吃的 来,赶紧学起来,先来和面 在盆中加入面粉 然后加水,水温50度左右 边加边搅 今天这个面呢,比较软 一斤面八两水的比例 水温50度左右就可以 这个面呢,比较软 咱们反复呢,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的没有干面粉,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面很软,咱们谁活谁沾手 不要加面粉 用刮板,把手给它清理出来 和好的面,盖上盖子,饧面30分钟 在这个时间,咱们来调点油酥 小碗里加入面粉 加入椒盐 手油 然后给它搅匀 把饧好的面,咱们用刮板给它取出来 把这个面给它稍微整理整理 面比较软 咱们给它分成四个面剂子 分好的面剂,咱们给它擀成圆面饼 加油酥 给它刮匀 一侧切上一刀 然后给它卷起来 边缘给它捏一捏 然后把上面给它收一收 放在案板上 然后呢,给它团一团 压扁 面软 撒点干粉防粘 然后呢,给它擀开 好,擀成一个大面饼 像这样就可以了 饼锅提前预热 喷油 表面喷层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中火,烙20秒 这个饼很软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柔软 快速把它烙熟 好,出锅 刚烙出来的饼 外皮脆 里面非常的柔软 大家看一下 柔软多层 拌开看一下 哇,烫了 里面非常的软 非常的嫩 喜欢的姐妹去试试吧 姐妹们 咱们这个软面小饼就做好了 里面非常的软 非常的嫩 咱们来尝一下 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 含水量比较高 姐妹们可以去试试 做出来的饼 又软又嫩 特别的好吃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